威恩剛剛一直跟我說這次很奇妙 然後不會再抽到這樣子的東西 所以就讓鮑伯來看看 到底世界多奇妙 東橋從東京都鐵道類的655個車站中 隨機選出4-6個來安排行程 選出後只能按照地理位置安排前往的順序 所有的景點餐廳必須到了當地之後才可以開始查詢 完整的規則請自己暫停觀看 有隻呀 嘿 二 兩站而已 欸 等下有平和島我們去過了 所以強迫中獎 平和台 啊 有隻呀三舊咩 欸啊 在隔壁一直玩 第十八站 好我們這次要認真抽備用 因為很有可能會用到 十七 其實 自從三丁目 十八站就沒 自從三丁目 十八站就沒 看 今天可以拍兩集吧 我覺得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備用應該是一定會用到 好啊 那我們就把備用弄一下 對 看用一個還兩個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新速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做一站到 然後 看有隻壓吧 對 然後再走路去 有隻壓 三丁目 這兩站就結束了 好我們的第一站在四谷嘛 所以呢 從新速出發 做中央線快速的話 只要三分鐘就到四谷啦 那它的第一位置呢 因為在新速的旁邊嘛 所以可以知道 就是非常的 熱鬧 那我們開始研究行程吧 對 我們從新速做到這邊 不到五分鐘就到了 那四谷啊 它應該 最知名的一個景點就是 就是 也不算景點啦 因為一般人 流上應該是不能進去 就是這個 迎賓館赤板移工 但是呢 因為它是一個很漂亮的地址 然後應該是 日本皇室或是日本重要 應該是皇室或是 有外賓啊 拜訪的時候 然後會在那邊 應該讓他們就是 吃飯啊 或者開會等等的那個景點 所以我們應該會去大門那邊 稍微拍一下它的外觀 然後呢 因為現在是早上 所以我們去吃個早餐 那早餐這附近其實沒有什麼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就吃 就是 應該是 車站上面 阿托雷的 就是台灣的那個 也有的那個法國麵包店 我們剛剛緊急追加了什麼景點 對 因為就是我在地圖上 Google Maps看到我自己 safe的一個 一個 甜點店 然後是 雕魚燒御山家 應該叫瓦卡堡 大家再確定一下 因為我以前吃過一次 然後因為它真的很有名 然後現在 比較早 然後今天也比較多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 原本要吃 Paul當早餐的行程 去試試看雕魚燒 好 你剛剛是不是說 四谷這邊你常來 對 蠻常路過的 因為以前還蠻常 下班的時候 從東京車站 一路經過四谷 走到 行程 或是有時候 我也直接在四谷那邊上車 那這邊算是 好像也是有蠻多公司的 對 就是算是住三混合 對 它沒有什麼超大的公司 但是就是小公司 在大馬路這邊 但是巷子裡面 就有一大堆住宅的地方 那因為這邊交通很方便 所以也是蠻pop的地方 觀眾應該已經透過 如果有連續收看這七八集的人 應該已經看到很多 就是東京不同的站 然後不同的地區 對 雖然現在很早 不過呢 店門口已經有人在排隊了 這家3.79 然後1800多個人評價 那真的是 雕魚燒的殿堂 可以這麼說 好啦 我們終於買到了 我們等一下就來吃吃看 到底好不好吃 請問這一尾多少錢 一尾210塊是幣 滿便宜的 好 我覺得等一下咬下去應該會燙到 我覺得這家的雕魚燒 跟我們之前吃過的 稍微又有一點差異 就是 它皮並不是那種脆到像餅乾的 是也很脆 但是我覺得 還保留了一點點那種 軟軟的餅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紅豆 它竟然 不是那種超級甜的 因為之前吃過我覺得都算很甜 這家的是 裡面好像有加了鹽巴 所以有一點點解膩 所以整個吃完之後 我覺得感覺應該會是蠻清爽的 蠻可愛的 它Logo其實在尾巴這邊 哇卡巴 連尾巴都有帶紅豆 好 那你雕魚燒是頭派還是尾派 我其實沒有差 就看它怎麼放進去 我就怎麼吃 那時候就怎麼吃 還是歐派 歐洲的派系 歐派 牧洋人派 好 我剛剛又吃了兩口 我覺得這個的魅力 就在於 它因為不是很甜 有加鹽的關係 所以你 越吃到後面越順口 可以好好的享受一個 紅豆的魅力 就在我們的那個 鯛魚燒店的正對面 大概兩公尺 就有一家 油脂鴨一餅 而且它下面寫了什麼 台灣式茶房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夠台灣 哇 不錯喔 有那個鹹豆漿 還有三種不同的豆漿 茶類也算蠻豐富的 那這邊呢就是那種 罐裝的台灣很常出現的飲料啊 然後也有這個台啤啊 在疫情的時候其實 有一股算是小小的台灣料理的 蒙草吧 崛起這樣子 所以其實 你說喝到鹹豆漿以前 可能基本上是完全喝不到的 但是 現在啊 就疫情之後其實 算是有一些 台灣早餐店的崛起 所以現在鹹豆漿也算是 就是日本人應該喜歡台灣料理的 都可以滿常喝到一個東西 嗯 就是四季醇 但是 不怎麼苦澀還蠻好的 我們的燒餅來了 多少錢 燒餅夾蛋 店內使用是 385塊日幣 你試試看吧 雖然不是一般在台灣吃到的嗎 燒餅夾蛋那種加甘肝 但我其實還蠻喜歡的 它上面芝麻又蠻多 然後香味十足 那個蛋也是 就是煎得非常非常的 就是薯啊薯啊軟軟的感覺 然後裡面這個 應該他們的醬吧 醬也不錯 好吃啊 好其實我覺得 它的燒餅 沒有到百分之百台灣味 但我覺得還原度也有八九十 然後 確實它那個芝麻加的很香 然後蛋的部分 我當然還是比較喜歡台灣那種 油油的 然後那種蔥蛋的味道 不過 它這邊我覺得有一點點那種 日式的種味 其實吃起來也還蠻好吃的 我們吃飽飯了 我真的吃超飽的 真的欸我們剛剛吃了一個 鯛魚燒 然後就吃個燒餅 然後還喝了一個 叫什麼 鹹豆漿 鹹豆漿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散步消化一下 我們大概散步兩分鐘就到了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還會走 理論上應該可以直接走去 那個 山丁木 不錯 Let's go 那這棟就是1909年所建造的營賓館 然後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然後也是日本的國寶 這其實是可以參觀的 然後副一千五可以參觀本館 以及庭園 那進去裡面的話就不能拍照了 所以 大家就開網路上的照片吧 我們參觀完營賓館赤板離宮的本館了 然後門票是一千五 對那一千五百塊是可以看本館以及庭園 但別館好像是要不同的價錢 然後好像也是要預約之類的 那 我覺得啦 我自己其實沒有去過歐洲很多次 就去過英國一次而已 那剛剛委員也有講說 這邊其實跟歐洲蠻多 就是 宮廷算蠻像的 但是 可能我第一次拜訪 就是這麼像宮廷市的建築 所以我覺得還蠻新鮮的 那我覺得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它的歷史所在的價值吧 就是它1909年就蓋好 然後經過這100年的整修啊 然後它的功能用途變化之後呢 現在變成就是一個 迎接各國外賓來的一個場所 所以我們剛剛在裡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很多 政治人物啊 或是很多 皇室他們曾經拜訪過 然後坐過的位置 就覺得說 哇真的是 就是 有種莊嚴跟神聖的感覺 然後也覺得 就是可以看到歷史的一部分 蠻有趣的 沒想到就是灌完庭院之後 到這個前院啊 居然還有一個 就是 可以讓你喝咖啡的一個區 那四谷到四谷三滴木 基本上走路只需要不到20分鐘左右 所以 搭車也麻煩 花錢我們就直接走過去吧 那我們現在走到四谷三滴木車站的附近啊 然後我們剛剛查一下發現啊 就是四谷三滴木這邊還蠻多博物館的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 在這邊看看博物館 首先呢我們要去的地方 是新宿歷史博物館 今天好像 早上抽到的 這兩個 站都算是蠻優的 其實我原本有點擔心 我想說 因為我剛剛可能有講過 我覺得四谷跟四谷三滴木 平常支持路過而已 嗯嗯嗯 然後沒想到呢就是 這兩個 車站竟然有那麼多可以看的地方 對啊 因為早上吃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還OK啦 嗯 餐廳沒有到很少 嗯 而且車站有阿托雷嘛 對 然後現在這邊又有一大堆博物館 蠻酷 會變一日遊漏 這個新竹 應該一全長這樣子 它這邊還有複殼江戶時代的商店的模樣 好 我們逛完新宿歷史博物館了 那先給那個歷史宅 講一下心得好了 就我在新宿 我應該說我在 就我家都是高隱私嘛 所以其實我每天基本上都會經過新宿 那新宿也是我蠻常 呃 逛街 然後散步的地方 沒想到這邊的歷史 就可以在這個博物館看到這邊的歷史 從江戶時代的一個樹廠 然後變成現在高樓林業的一個 就是區域 然後就是世界各地人都會來玩 然後從以前 你看我剛剛講像農田一樣 然後後來變成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 這個博物館對我來說其實 我剛剛只是進去有沒有花半個小時 但我覺得學到蠻多的 300塊然後可以拍拍照 然後看到以前一些古代用的東西 我覺得蠻值得 對啊 而且剛剛講到什麼樹 什麼樹 就基本上有樹的以前 就是代表一個像 休息站 義站 對 因為以前的人就只能走路 或頂多馬車之類的 對 所以他們地方跟地方之間 需要有一些休息站 那 新宿的話 以前看 剛開始叫什麼 什麼內騰星宿 對 所以以後大家 如果來的話 除了就是什麼ZAKA 是板 是斜坡之外 就可以知道說 有樹的地方 以前有可能 它是休息站這樣 好那雖然我們不是旅遊節目 但是還是要介紹一下 這一集的第二個景點 消防博物館入場免費 這邊我已經二度拜訪了嘛對不對 好 在我後面的這個就是 法國南方航空雲雀三型的消防直升機 我超懂的你 對 因為旁邊有寫 法國南方航空是雲雀三型 如果大家仔細聽環境的話 會發現這邊很多小朋友的聲音 因為這邊啊 這個超市的小孩子過來的 小朋友看到這些就是消防車 救護車整個都瘋掉 建築有10層樓左右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可以1層樓1層樓逛 那5樓這邊是來講 江戶時代的消防的歷史喔 看到這個你有沒有想到什麼動畫 炎炎消防隊 超帥 超帥 我們來到四谷三丁木的最後一站 是東京的玩具美術館 好啦 因為其實我們要付錢 也是有點花錢啦 所以我們就看之前的片段囉 PCR請看 這邊大人票券一張是800塊 如果是一大一小來的話 是總共1200塊 這邊有超多玩趣事的小孩子玩的 美術館一樓啊 適合0到2歲的小朋友混淆 美術館一樓啊 二樓是適合3歲左右的小孩子來玩的 麒麟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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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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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騎的演變 我們已經是 沒辦法用言語形了 對啊 接下來呢 我們從四谷三丁木 大概30分鐘吧 然後經過這個黃居什麼的 來到東京車站旁邊的金橋站 所以基本上呢 從剛剛新宿 然後一路往東到金橋 都在都心的範圍 我們現在來到了非常熱鬧的金橋 我們現在來到了非常熱鬧的金橋 我們找附近的午餐 好啦 我們中午來吃一家沖繩料理 然後其實我們沒有特別去選 這附近比較高分的料理 因為金橋這附近其實 東京車站還有其他車站都蠻近的 那我覺得以 呃 就是我們如果找太遠的話 那就是其他車站 所以現在時間太好 所以我就選這附近100公尺的 然後結果就選到這家沖繩料理 我們也沒有特別看他們的困分數 所以就直接來吃中餐吧 我們這個餐廳啊 那算是這邊的偏商業設施的樓下 那種Laser Food Court 然後它的中餐定時 就是大概1000元以內 所以其實我覺得還算蠻划算的 那雖然這個車站很就是很方便 離市區超級無敵近的 但是你看這邊就是寶丁 然後這邊就是東京車站 所以我發現其實我們要定一些 這周遭的旅遊 就有點困難這樣 所以我等一下盡可能看能不能找到 可以逛一兩個地方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可能趁早離開這個地方 然後去下一站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以後我們應該會遇到類似的問題 因為其實都心內的站與站之間 距離都蠻近 對 那我們最後的決定就是 這附近真的沒有什麼可以逛的地方 就是應該說景點啦 所以我們就決定 就是等一下帶大家上去走一下 看看讓大家看這周遭的氛圍是怎麼樣 因為京橋其實就是東京車站附近 所以帶大家散步一下我這邊很快 我其實對這下伏有太大的期待 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區的一個餐廳嘛 其實你就把它想像成SOGO地下街啦 那你說SOGO地下街要多好吃 也太強求了 所以我剛剛特別臉蠻近 因為炸雞可能不會不好吃到哪邊去 對但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我看到我這一坨 就是沖繩 因為其實這個草野菜應該不難 但我這樣吃吃看才知道 這是少數我懶得拍空景的食物 正常範圍嘛 還是有到沒那麼好吃的 正常 正常 你的炒苦瓜怎麼蛋那麼多 喔喔喔喔危險 危險 正常 正常 我們吃完飯一上來 剛好這邊廣場就有一個 咖啡的算是活動吧 然後有蠻多攤那種看起來 蠻文青的咖啡來找找看 那喜歡戶外用品的朋友們 應該都知道Mont Bell這個牌子吧 那如果來京橋的話 大家可以逛這樣超級大的Mont Bell 欸為什麼又來博物館 也算是運氣好了 因為真的不知道這附近有什麼 然後就突然走走看到一個警察博物館 蠻有趣的 哇靠一進來就一個派出所 對 那這一層樓主要是一些辦案的工具啊 小知識對不對 嗯 就是看輪胎的痕跡啦 看著他當時怎麼開車 警察 腿要很長 一日警察 剛剛已經有點微拉傷了 那你沒辦法當警察 對沒辦法 沒關係 這邊是銀座步行者天國 但很可惜這邊就是銀座的範疇 所以只能帶大家點到為止 我們要上車囉 那我們接下來要去的 黑瓦大 總共要做15站 接下來我們做遊樂丁線大概40分鐘 從金橋 吧吧吧吧吧 往那個西北邊 到這一站 平河台 然後就可以看得出來 基本上已經脫離都心的範圍 經過豐島區 來到北京 然後這個是戀馬區的 這就是今天原本理論上的最後一站 平河台 好 那我們的東京大師鮑勃 現在在找景點 ちょっと困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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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看起來好像 就是連公園都沒有 因為如果沒有綠色的話 代表說 而且也沒有什麼任何的指標 文字那代表說可能這邊是以住宅區為主 剛剛看到最屌的應該是唐吉克德 對唐吉克德 那我們等一下 還是可以灌一下 去買一下情樂價格 還好車站出來的康棒 還有推薦幾個小小的景點 那我們就照他剛剛講 就這兩個有一個小小的公園 以及這邊有一個寺廟 然後看之後有沒有機會 我們去喝杯咖啡節約 哇我從這一站出來的時候才發現 原來這是我以前住 十幾年前住板橋區的時候 會常常會散步的路線 那這個地方其實算是還蠻 生活紀念還蠻豐富的 像我們後面有Live 然後那邊有Yamaha Denki 然後還有很多餐廳 藥妝店等等的 雖然可能不太有可以逛可以看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以生活紀念來說的話 這邊是非常好的 像這種住宅區 通常也都會有Pachingo對不對 對 有一點人氣 然後可能年齡前比較大一點的人 就會在那邊玩 幸福 因為像以前我們Mino 然後還有包含現在你們家 高原、四海中野都有 對 然後這個Yamaha Denki 超大一家 對啊 郊區的Yamaha Denki 這邊也有My Basket 對 說實在話這邊 生活紀念真的很好耶 對 真的沒有想過你會再回來這邊散步 完全沒有想過 我是看到那個Live還是要說 原來我以前散步過這邊 對 給大家看一個 應該說比較偏離開市區的一個很好的 identifier 怎麼說 就是說 你只要離開市區就看7-11 他如果有停車場的話 代表說這邊就已經算是半郊區了 像河口湖那邊都是這樣 對 但在東京市區都不可能有停車場 不愧是微郊區這個家庭站 明晚歸字面都超大間 本壽院大樓 剛剛大家可能看到一看我們說 Yeah 本壽院大樓然後散步的空景 但其實你如果來現場 你就會想說這裡真的 可以進來嗎 可以拍嗎 方便嗎 當然我們都是看過考量覺得說 開放空間可以拍沒有問題 應該是說我們會考量說 對一定會看這裡有沒有鏡子拍照 或是怎樣的 所以其實蠻一定是合理 但是是不是觀光景點的 就不確定了 而且剛剛我們在這邊走路 然後我就覺得 這裡應該算是東京 怎麼講 汽車算很多的地方 而且開得很快 對因為市區其實車子 會有 但是小巷弄裡都幾乎不太有 對對對 但是像這邊的話是巷子裡超多車 然後開超快 而且我們剛剛很被逼車 我們是人 對 我們剛剛在閒聊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目前這個區域 是我現在東京隨機冒險為止 算最不喜歡的區域 因為它 當然不是說它到多差 只是說跟我去過的東京相比 這裡的汽車 機車 自行車 這個比較像台灣的交通 就是交通設計比較不優良 稍微啦 稍微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前往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剛選擇的其中一個區域 叫 ウメノキ 休息森林 但是呢 我們現在往前走 好像沒有看到任何森林 所以 我們目所能及之處 沒有森林 太像有森林 看到了 看到森林了嗎 喔 真的森林耶 這邊 有有有有有 噔噔噔噔 有非常多的Bug 對 有蟲蟲危機 就這麼surprise 突然一個轉角 第一殺來就是秋天的時候來看 就是 來看蟲蟲 這邊非常多蟲 好我們大概逛個30秒 或者離開 起碼還有一些樹葉 尻多蟲 好走吧 來撤退 好 好我們接下來下一個地方是另外一個森林 神秘的森林 對 這個就是 平河台車站最推薦的景點 好希望大家觀眾們可以理解到說 我們其實也並不是說 每一站都很棒 對 也不是說盲目的愛日本 或是說 怎樣的 覺得沒有這麼好玩的地方 還是會說 對 其實沒有一個地方是完美的 對不對 對沒錯 經過剛剛那個 住宅區神秘小森林之後 你對下一個景點有期待嗎 我在想 有在認真看隨機冒險的人 應該會覺得說 你們每次都去公園 對不對 就只有公園而已 沒有 沒有我想說的是說 我們每次都去公園 但是至少那幾站出來的公園 都還有點樣子 對不對 都還蠻乾淨漂亮的 這邊我是覺得 可能晚上不要進去 如果我住這附近的話 我應該不會進去 有點黑暗 這邊自己有寫 蚊子注意 是嗎 蚊子注意 對 對 還好啦 就是一個正常的小公園 對 OK 我們也是唯一 唯二在這邊的公園裡遊蕩的人 嗯 不錯 我覺得今天很棒 就是隨機冒險 早上超繁華 超都心 然後最後一站 來到一個神秘的地方 神秘的地方 對 因為其實畫面中看起來 也沒有什麼問題 對啊 但是這整個區域 偏比較 以東京來講算蠻遠 對啊 好 我們這邊的行程就結束了 那我們接下來會使用 一個備用車站 其實我們這次有抽到兩個 備用車站 但是以現在的時間點的話 然後男性衣服可能後面比較好 我們現在做到男性衣服的車站吧 這是我們第一次使用到備用站 對不對 對啊 因為今天前三站真的是運氣太好了 對啊 我昨天抽到那兩站連在一起嘛 就是 尤姿亞跟尤姿亞三重 我就已經想說 哇 好扯喔 然後我想說 應該不曉得接下來的 剩 剩幾站 等一下 那拍了八集嘛 4832 還有很多 剩下600站 不曉得會不會再出現這種 就是 哇 抽到A站 然後再抽到B站 然後兩個只隔一站的這種 就靠你的手氣啦 最後我們就從平河台這邊 一路往南邊回到 我們出發的新宿站的附近 然後從代代目走到南新宿 那我們 就是從代代目下車的原因是因為呢 雖然這邊是代代目站 我們要去的是南新宿站 但其實南新宿站 離代目非常的近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代代目這邊下車 就從這邊走到六分鐘左右到南新宿 我們趕快過去吧 因為下雨了 好 我們剛剛躲雨了一下下 對 其實也沒有真的下 對 然後查了一下南新宿的餐廳 剛好呢 不是還沒開 就是關了 對 所以南新宿的人可能比較喜歡 在六點之後示範 剛剛有在今天九點才開 對 這邊這邊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還是決定 就先走到南新宿附近的區 因為 如果說真的沒有東西的話 其實那 我是覺得 就順便拍一拍也沒什麼 因為這代表 反正南新宿就是 沒東西嘛 畢竟我們也 不是要介紹旅遊 對 GO 好 我們現在已經從代代目站 真的超近 大概三到五分鐘內 就已經來到了 小田級的南新宿站 然後 剛剛很快速的看了一下 其實這附近是真的 目前看起來 比較偏住宅區 而且你看到 一個站如果下來 大概只有一兩個小出口 就知道這個站是非常小 所以呢 我們目前應該會 盡量想辦法在這邊 找一個餐廳 但因為這裡非常靠近代代目 或新宿站 所以有可能會插邊球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車站周邊 連電燈都沒有 不太亮 對 你還記得我們以前去一家 然後經過燒肉店 嚇死人了 但那裡 不算市區 對 來 我們新宿站出來 連超市 連 洛桑都沒有 就兩條 黑黑的馬路 代代目 商店街 還有一個 Family Mark 所以真的是一個 不是在偏僻區域 但是非常小的 站 大家不要覺得我跟 維恩沒有認真的考慮 是要怎麼拍 但是這邊是真的 第一位成這樣 你看這邊 這邊屬於代代目的 範崇嘛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 所以基本上 這邊 我們都不能 不能 不能逛 因為這邊都代代目 然後你再往上走一點的話 就屬於 新宿的範疇 這樣子 那如果要再往下 稍微往下一點的話 就到山宮橋 所以我們應該是屬於 有點像 三不管天 有點像我們今天在京橋 這個尷尬的位置 所以呢 我們看起來 這邊就只有 住宅局 以及一些小餐廳 但是 就是 好像真的沒有 必要特別 介紹給大家 對 所以我們 南新宿這站隨機冒險 等一下可能就會 在街道上面走一走 然後 試著 找一家餐廳 反正隨機冒險 所以餐廳好吃不好吃也不重要 對 這邊雖然看似 很寧靜 但是我們剛剛看了地圖的位置 其實呢 這裡離新宿車站 或者是明治神宮 都超近的 對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 黃金的黃金地段 對 只是它比較 我個人感覺啦 這邊應該 其實算非常住宅區 就什麼都沒有 對 以隨機冒險來說的話 這邊 這邊是不太能夠介紹 但是呢 如果你要搬來日本的話 如果你可以住到這邊的話 我會說 你這樣很有錢 我會說 對 對 真的沒有想到 在新宿 會有一小區是 純住宅 連便利商店幾乎都找不到 這邊剪的是百慕達39州 超酷的 我可能進來一次 我可能以後就也來不了這個地方 對 有啦 我們走了一小段 對 勉強有一兩家餐廳 那我感覺這裡 已經是新宿 YYG Brewery and Beer Kitchen 這個區域在地圖上真的 超小 超小 好 這一區稍微有一點點 小熱鬧 因為這裡我們已經來到了 新宿 你看這邊 我們剛剛在南新宿在這邊嘛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剛剛在走三分鐘裡吧 三分鐘吧 就到這邊 那這邊的範疇你可以說是 就 可以算是新宿了吧 對 所以這是我們來過最繁華 但是最不繁華 對 最小的區域 對 at the same time 最 conflict的一個地方 對 那我們就在新宿跟丹麗木澤周遭 找一些東西吃 因為說實在的話 這邊 你再怎麼找 可能都是新宿跟丹麗木澤的餐廳比較多 對啊 因為剛剛看 有在南新宿附地裡的東西 都還沒開嘛 嗯 好啦 我們從南新宿這樣一路走 走到風雨了 大概走個五分鐘吧 就到了 然後我們 就是排了 剛剛排了三十幾分鐘 裡面有很多外國人 然後這家 的確是名店啦 它在塔巴黎座上 3.78分 但是有三千多個人評價 也代表說 這是日本人也喜歡的 就是一個 一個丹麗木澤 然後我覺得 因為我本身就滿喜歡吃濃厚系的 但可能隨著年齡增長 我就覺得 越來越吃不完 就是那種濃厚的丹麗木澤 但這家店呢 我覺得它可能 呃 沒有用得那麼油 所以我覺得可以 把 直接把麵跟湯 全部都吃完跟喝完 我覺得 這家真的好吃 好 今天的行程 我覺得 當然第一個最有趣的是說 我 就是昨天晚上抽到了 四谷跟四谷三丁木 竟然是 連在一起的站 這一點我覺得 以後應該很難發生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竟然在四谷跟四谷三丁木 甚至京橋 都去了很多什麼博物館的啊 然後什麼賓館啊 然後甚至還有 賓館 對賓餅 然後還有那個警察博物館 也是京橋意外的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行程算是很 很 蠻特別的 對 我跟剛剛說的前三個 算是真的蠻資訊的 一個旅程 但是我們今天 我覺得Balance有點貴貴的 就是前三個就是 其實很多可以逛 然後也有很多逛不完的地方 但是呢 最後兩個基本上我們就是 光速帶過去 但是 那就是隨機暴險的 真底吧 沒錯沒錯 你永遠都不知道你會抽到 就是怎樣的車站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結束 我是包包 吃完 大家再見 拜拜